又到了星期五 我们来回答问题的时间了 这一次凯宇被问到的问题是 为什么记忆中自己曾经有些好习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 谈到习惯的建立跟消失 最有名在心理学的研究就是帕弗洛夫 帕弗洛夫的研究最早广为人知的 就是他拿狗做实验 他原本其实是一个生理学家 他研究的是狗的消化 可是他后来渐渐的发现一件事 只要每次拿食物给狗狗 同时之间只要发生一些其他的刺激 可能是亮光 可能是铃声 那狗狗他就会流口水 那狗狗是因为食物而流口水 这个在生理的研究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呢他就发现 每一次只要他把食物跟其他的刺激 可能是一个铃声连接起来之后 久而久之 这个狗狗只要一听到铃声 他的口水就流下来 尽管食物还没有出现 所以呢这个在心理学里面呢 就叫做古典制约 那么帕弗洛夫后来发现了这件有趣的事情之后 他的研究就继续的往更深入的地方迈进 比如说在古典制约里面 他就发现了几个阶段 第一个叫做对等阶段 什么是对等阶段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只要在喂狗之前 让狗听见摇铃声 那最终狗狗就会对铃声产生流口水的反应 每一次摇铃声就有食物 就会流口水 所以久而久之 一听到铃声就会先流口水 这个叫对等阶段 那他后来也发现一个叫做矛盾阶段的 什么叫矛盾阶段呢 就是有时候铃声给食物 有时候铃声不给食物 那狗狗他就会变得 对于这样的刺激跟反应的连结很困惑 他的行为也会变得比较不可预期 可能流口水也可能不流口水 可能对微弱的刺激产生很强烈的反应 或者对强烈的刺激 反应却很微弱 这个叫矛盾的阶段 那后来在某一次很极端的情况底下 他发现了第三个阶段 这个情况是在1924年发生的 那个时候列宁格勒发生了严重的水灾 水上涨得非常快 那帕弗洛夫的狗 被困在实验室里 差一点被淹死 他们呢只能在笼子里面拼命滑水 让自己的鼻子露出水面 才幸免于难 后来有一个研究助理 他及时赶到把这些狗狗救出来 水消退之后 帕弗洛夫继续来研究 结果他们发现 诶 经历过这样的灾难的狗狗 幸存的狗狗 他们所有的条件反应 这些刺激反应全部都消失了 也就是说对那些狗来说 几经灭顶的经验其实是非常令人害怕的 怕到什么程度呢 怕到连学会的行为都消失了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三个阶段 叫做极度矛盾的阶段 帕弗洛夫说 在这种情况底下 极度的恐惧或者创伤 会把正向的制约 转变成负向的制约 就像在水灾期间一样 狗受到极大的创伤 他们的行为会变得 和所受的训练正好相反 可能呢 一只好斗的狗狗 会变得异常的温顺 那一只很友善的狗狗 可能突然情绪大变 开始乱咬人 在这种极度矛盾阶段底下 性格特征有时候会被扭转过来 那么后面的心理学家就推断 如果经历相当程度的暴力或痛苦 有可能彻底转变一个人的行为特质 在严重的创伤底下呢 人的心智会达到临界点 再也没办法正常运作 会变得混乱困惑 甚至于彻底颠倒 结果呢 就是性格剧烈的转变 我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跟我们记忆当中有些好习惯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我们说 其实任何人的习惯 他都一定在建立的过程当中 有像刚刚说的 叫做对等阶段 也就是说 你做的那个行为 有得到好处 有得到你喜欢的 有得到你想要的 久而久之这样子连接下来 于是你的习惯 你的行为就被确立了下来 可是呢 如果是生命当中 你记忆当中 一些属于你个人很独特 或者是属于个人特质的好习惯 它突然消失了 它通常不是一种 很简单的在矛盾阶段 就能够抹杀掉这个行为 比如说 从小你就很喜欢吃甜食 结果呢 你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 吃甜食可能会让你血糖控制不好 你理性上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你就是无法克制自己 吃甜食的部分 想必以现在的你来说 吃甜食没有办法为你带来好处 可是呢 你却不由自主的吃甜食 所以我们知道 在人类里面哦 的很多习惯 这种简单的 透过刚刚说的矛盾阶段的制约 它是很难逆转的 习惯就是习惯 可是真的会让你 过往曾经有的一些属于你个人特质的好习惯 突然不知道怎么样就消失了 它通常在你生命经验当中 都有一些极度矛盾阶段的冲击 比如说 可能在你过去的经验当中 某个年岁里面 某些事件的发生 在你的主观感受和主观经验当中 造成了一些重大的冲击 那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现在在记忆当中 甚至于都很难回忆起来的一个部分 可是它的确发生在你生命的脉络里 比如说有些人 他印象中自己小时候 可能是一个很爱笑 很爱说话的孩子 结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不爱笑也不爱说话了 那么在我们自己做很多潜意识 或者催眠回溯工作当中 就会发现 可能在他童年的经验当中 某一次 他还是很爱笑 他还是很爱说话 结果呢 他可能在一个不恰当的场合底下 笑了或说话了 可能是他爷爷或奶奶的丧礼里面 那这个时候大人 当然就以大人的角度 对他进行阻止和惩罚 甚至于说了一些 在他当年的心灵当中 是很大很大的冲击跟创伤的一个话语 那这个时候 他可能就会经历极度矛盾的阶段 于是呢 他可能从一个很爱笑 很爱说话活泼的孩子 变得是一个不爱笑 不说话 甚至于极为内向的人格呈现 那当然很多人说 哎呀 那十几岁那时候的经验 那算什么 不就是小朋友一段经验 我们别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说这个极度矛盾 是要回到这一个人 当时的主观感受跟经验 你不能拿 三十岁或四十岁的 你的现在去想那个时候 你必须要回到 可能十二岁 可能是十岁 甚至于更早八岁 那个时候的心智状态 还有情绪状态 去想这件事情的一个冲击 所以呢 我希望透过这样的 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分享 能够回答到你的问题 那当然话说回来 其实 我们本身在做心理工作 跟帮助人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派别 比如说有一派 他用回溯经验的方式 来帮你做治疗 他可能用一些 很多的情绪技巧 让你去挖掘过往的经验 过往的记忆甚至于过往的情绪状态 那在心理学当中我们说 这是叫做修通过去 没有完成的任务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的泪水 还有很多情绪的宣泄 如果你问我 这样子有没有用 我说如果他完全没有用的话 那这个方法是不会被留下来的 但是可能你也发现 很多人在历经很多年 可能在身心灵领域的一个学习 他在十年前对某件事情有很多的泪水 在十年后的今天 对同样的事情仍旧有很多的泪水 他在十年前对于某些议题上 是无法解决的 他到了今天 他只有泪水变多 但是议题本身仍旧没办法被解决 这也是我们说 在回溯经验的这个取向当中 很多人最诟病 或者很多人觉得 相对比较没办法接受的部分 于是他转向另外一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 有一派的一个帮助人的 或者是学习的方法 就是我们说 他去帮助你塑造新的行为 新行为的塑造 比如说像我们听过很多NLP 或者多数我们在教技术的 策略的 方法的 这样的一个学习 他相对而言 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 让你的行为有相对应不同的改变 让你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一个展现模式 但是相对的 这件事也会有很多人诟病 比如说他会把一个人引导到 凡事只看目的 或者是凡事只去思考 有没有用 有没有效 而没有真的去处理一个人 根本的信念跟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问我 到底经验回溯 和行为塑造哪一个比较好 我说两个都很好 它有点像是一个人 你要能够好好的走路 你必须要左脚跟右脚交互前进 你不能单靠一只脚跳 你单靠一只脚跳 跳不久 跳不远 而且容易受伤 所以一个人生命 跟他人格的完整呈现 他就必须要有这两只脚 如果你要圆满你的生命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么你就要兼顾 经验回溯 跟行为塑造 这两个部分 交互前进 那事实上我自己在 多年的教学当中 经验回溯的部分 像我个人教练的课程 CIA系列的课程 它就比较着重在 我们说这种叫 内功心法的一个学习 然而像 人际回应力 或者是高难度对话 这种比较属于 技术性行为策略的课程 那么我就说 它是比较是行为塑造 它是让你学会一些 必要的招式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人生命真正的成长 跟圆满 它必须是经验回溯 跟行为塑造 它不断循环的一个前进 有时候你碰到一些 难解的议题 难解的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先建立新行为 让你能够过第一关 但当你过了第一关之后 这背后 它有哪些心理 内在的一个创伤 或者是一些 没有修通的议题 这时候你就要去 回溯你的经验 可是回溯经验 回溯到一个阶段之后 你势必还要再为自己 创造新的行为 让你的现实生命 能够不断的往前 所以我们说 一个人的现实生命 跟一个人的一个心灵生命 它要不断的交互前进 这才是一个平衡 跟圆满的人生 所以这一段回答 我在很短的时间 给大家很多的讯息 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品味 好好的体会一下 那么今天的回答就到这边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任何想问我的 欢迎你 都在我们各个发布的平台底下 留下你想问我的问题 只要是我能够回答的 我会尽力答复你 我们下个礼拜五 空中再见 请务不停